跟大家分享一些STM的訓練 希望大家鎖掉了那麼久 下球場也可以減少你們的傷害 如何減少呢? 就是在下放寬之前 你做很多準備的運動 準備動作 讓大家可以準備你的身體的肌肉 讓你做一些準備功夫 下球場的時候 你的身體已經使用了動作的動作 你再打一波 就可以減少人的傷害 因為每個人都會慢慢的 做一些準備功夫一定是好事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受益這個影片 今天我們會分享一些動作 讓大家可以準備好 以及可以留意一下有特別的組織 我們會特別提醒大家 要小心一點的動作 今天你看到這個鏡頭 小弟的作品 這麼多年的作品 幫助每一位朋友 同樣的教學 STM的教學 STM是一個揮動技術的教學 入手的 是慢下來 不先打球 之後等你可以打球的時候 你會更加理解你每一個動作 因為你慢下來的功夫做了 你理解多一點關於你自己 動作的動作 同樣的動作 有些朋友有興趣可以找我們 這些學習是已經幫助到很多朋友 尤其是我們的快拍 快拍幫助到很多朋友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分享 特別的動作 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好,今天我們要分享 neutral stance, forehand, low ball 當然有high ball和open stance 不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好像之前我們也分享過 幾個movement on the forehand 慢走,慢走下來 讓你多點理解關於你自己和動作 還有你一定要記住 每天練at least 20 下 是不用打球的 如果你可以用STM球拍去做 你更加舒適去理解那個拍頭的acceleration 令你更加容易做 因為STM球拍的拍頭是非常重的 令你可以更容易去拼出拍頭 我們就用這個叫揮動 不要說拼,是systematic去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這個movement去做 這個7 step forehand去做 這個是我送給大家的 當然支持本書的朋友們 會提到更多的details 因為又不只是第一個progression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 當你很久沒有打球 回到球場 有一個位置你很容易會冤 還有很多loading 因為每個人都不停可以用力打 就是你的肩膀 前肩膀和後肩膀都會有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一定要靠整個身體去動 令到你的手根本是很放鬆的 手是應該放鬆的 令到拍頭幫你做完治 如果你打完之後 肩膀很痛 也就是說你用太多肩膀 太多死力 所以變了很多朋友在這段時間 都會在profit lesson 找我們 去幫他們 怎樣可以舒適一點 打到 forehand, backhand and other shots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這個一定要做的 一定會有你的得益 也得著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好了 大家看到這個 latest offer 我們的one to one lesson 我的朋友已經開始 book lessons 今次我們的offer 就是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左邊那篇字 下面有一個藍色的字 sports insurance package 這就是我的小弟 會送給大家的 那些yearly program的朋友 那有什麼好處呢 那這個就是 當你yearly package 你每一堂會便宜一點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你學到的東西 你的時間 你會長期做 你都會容易 retain你學到的東西 就是keep到你的東西 還有 make it even better 但如果你不繼續去練 就變了會流失了 還有會keep不到這麼好 所以建議大家 每一件事都會長期練 這個就是 讓我們願意投資到自己的朋友 那因為他肯投資 長期的時間 到自己的education那裡 我們會送一個package 給大家 那這是一個運動的package 那是不是只是 吸引網絡呢 就不只是網絡 你還當你出去 跟朋友 踩單車 其他東西 那些什麼意外都會吸引 那有些朋友 有興趣呢 有些朋友有興趣呢 可以先發訊息給大家看 那這是非常 很多朋友都有興趣 之前我們有這個offer 出現之後呢 很多朋友都很興趣 這個offer 這個是非常好的 去protect你們 not only on the tennis court 其他 sports 都會遇到的 那希望大家今天 喜歡我們的分享 那學習呢 我也經常都覺得 one to one好 那還有呢 最緊要 時間用得好 以及systematic 以及progressive 的 我們很多教學呢 會幫到大家 尤其是我們的equipment 發球拍 會令大家打得舒適些 舒服些 以及學得容易些 那小弟姐 希望大家subscribe 到我們youtube channel and share with some of your朋友 and 希望looking forward to on court 見到各位朋友再見 好嗎 我下次見大家聊 拜拜